首先我想介紹一下暴虛大師是什麼人 其實他是徐朝的大將來的 因為見到徐朝末年就很腐敗和很亂 他就知道徐的氣數也都將盡 覺得沒有什麼前途 於是他就走去天台山那裡避難出家 找到一個很厲害的師傅 叫做智者大師 他跟了智者大師去收道 他有一首詩這樣說 他說 講重要的部分 他說面壁九年誰帶到 哇 很厲害 收道了九年就成道 就聚了神仙了 那這個就非常之難得 那其實呢 徐朝的神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因為清朝末年 國家非常之混亂 有關心國事的人呢 就扶機請到暴虛大師降機 就告訴國人聽 國家的未來一百年 將會發生什麼大事 國家會怎樣 那暴虛大師呢 就講了十二個語言 由清朝的末年開始 一路打到下去 百多年後 一個零四年 應該至到二零零四年 指了一百年 但是之後呢 跟著呢 有很大件事很重要的事 於是乎呢 暴虛大師也講了 就是超過一百年 將會有什麼大事發生 那第一個語言呢 這個詩詩詞呢 很漂亮的 我讀給大家看 暈暗暗 冒壽壽 龍龜泥土 索尼後 三歲孩童 三載腹 月下無主 水空流 萬美煙波 一旦壽 那這個呢 就是講的 江水王 這個真龍亞 就快歸天 龍龜泥土 索尼 那又會出一個三歲的小孩 做三年的皇帝 那就是奉兒 做了三年沒得做了 大家都知道的了 已經過去了 但是一九零四年呢 他是預先知道 月下無主 即是月上面 有個主字 那不就是個青字 還有水 水 加三年水 就大清那個青 水空流 意思就是大清玩完 萬美煙波 一旦手 但是零四年就已經知道了 因為一一年 才革命成功推翻滿清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第二個議員說 君作祖 則彬彬彬 君作祖 你做了祖父 不就是有孫 則彬彬 就留了一個字 是文則彬彬 是說孫文 啊孫文出來 孫中山 第三個議員 是提及這個吉士華 由三十年變起凡人災 其實就是講著一個名人 當時一個有權有勢的名人 就是元世邁 就是喜凡人 喜凡就是邁字咯 那跟著第四個議員呢 又提及草莽英雄張出山 這個張字 加一個草花頭 就是蔣咯 蔣介石 大家 第五個議員 寫得非常之美 一個淒慘的事件 在我們中國發生的淒慘事件 但是詩詞很美 讀給大家聽 刑州府 杜海浪 滿天紅日更昏凰 茫茫神州雙破碎 瘡身處處哭夜涼 春淚乍響 見晴陽 刑州府 刑州什麼 日本 刑州來的老虎 杜海來的柴狼 搞到滿天都是紅日 掛滿日本軍旗 我們的神州就慘了 雙破碎 四處的人都在哭 哭夜涼 不過春雷炸響 就一天都乾了 春雷炸響什麼 就是原子彈爆炸咯 在日本爆了兩個原子彈之後 日本投降 樹白旗 活鬼啊 哭啼啼 在說什麼呢 我有個朋友 現在已經是上了天堂了 幾十年前 很大年紀比我大很多 他說在尖沙咀 日本投降的時候 那些日本兵呢 每個人都在哭 很傷心 因為國家戰敗 要投降 記不記得 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稱那些日本兵 就是日本鬼子 千萬活鬼 哭啼啼 就是描述這個景象 當然在全國各地 這些鬼子都在哭 當時 好了 第八個意言 提及這個二七交加 二七 就是個毛字 說毛澤東統治之下的中國 遍地紅花 遍地記 富貴貧戰 武高低 是不是這樣 大家想想 當時 第九個意言 又說二七 二七中環 又說毛 那 第十個意言 第十個意言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留意一下 四海水中皆赤色 白骨如幽 滿江陵 嘩 都很嚇人 當時是什麼環境 十年浩劫的時候 很多人怕 不過 十年過了之後 就好了 開始 雙張 玉兔漸東升 雙張 為什麼呢 即將 經過了十年 就玉兔漸東升 玉兔東升 玉兔即時月亮 東升 就是太陽西下 紅太陽西下 明白嗎 但是呢 如果大家查這個 寶虛大師的語言 即使你查這個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即是很中立 很學術線的 百科字典 當你查到這個 語言的時候 它是怎樣解釋的呢 它說 玉兔 玉 即是 玉兔的玉字 跟木字差不多 因為木兔 木兔 木兔聖人 會升起 就會出現 蛤 為什麼解釋成這樣呢 哦 原來有一個邪教 受到這個 邪惡俗心帝國的支持 四出 在那些語言那裏 亂解一通 原來他們的教主 就是跟木兔有關 他的名字 和他出生的生肖 大家要小心 他們這樣解釋 是有他們的目的 為他們的利益 想踢你入會 大家 用自己的智慧分析清楚 他們說好不好信 他們說 這樣解釋 啊 要說 聽我這樣解釋呢 好了 第十一個語言 蓋觀定 公罪分 就是 紅太陽西夏之後 觀蓋定 那 他是一個很爭議性的人 那麼 小火炮鄧小平出來 就平他的功過 當時很出名的 鄧小平平功過 平紅太陽功過 當時怎麼平法呢 鄧小平在這個十年號劫之中 是 是 很慘 最慘 是他 那 他怎麼平紅太陽呢 啊 很有趣 他說 欸 七分功 三分過 公罪 七三開 最慘 最慘 是他 最傷 是他 他都這樣說 當然有他的目的 那我們就 沒有信 那 那 那 官蓋定之後 呢 茫茫海 遇見 成平 嘩 萬里山河 廚廚廚廚 廚廚廚 嘩 真是好啊 越來越好的國家 那 那 大家想想 是不是 鄧小平開放改革之後 是不是越來越好啊 有沒有說錯啊 這個是 第十一個 那 之後 跟著那幾個 國家 領導人呢 都沒有說 一說呢 就說到 一百年之後 啊 第十二個語言 第十二個語言呢 啊 他就這樣說的 他說 世語三分 有聖人出 原識其觀 龍將其福 天地復明 處之晚什麼 四海歐過 任壽其福 嘩 還好過 第十一個語言 四海歐過 任壽其福 嘩 好咯 我們中國有好日子過咯 世語三分 即是天下三分 嘩 最近呢 在2021年3月19日呢 新聞呢 有個這樣的報道 他說 美國國務卿啊 布林肯啊 批評中國 威脅全球穩定 威脅全球的規則和結席 美國當然不想中國 改變世界的穩定 改變世界的秩序 當然不想啦 因為他想 以後 都是好像以前那樣 美國說了事嘛 個個都要聽他說嘛 不聽他說 炸爛了你的國家 炸到你的國家 嘻巴爛 隨便那樣藉口就行了 說你大殺傷的武器就行了 說你違反人權就行了 搞到整個中東 整個北非都是難民 湧上去歐洲 最好 最適合他們的心意 唉 美國不要做夢了 天數已經定了 制宇三分了 沒得以後 再是 一言堂 說了事的了 美國 如果美國人 說得看這些議員呢 他們應該死神了 不要鬥啦 不要爭啦 天下張三分啦 因為中國有聖人出啦 那跟著那兩句呢 就最難解釋的 其實 他是藏了一個重要的訊息 你 你要把那些字 砌合起來 你才知道他怎麼解釋的 袁式其官 龍張其服 不是表面這樣解釋的 袁就是黑啦 袁就是黑 袁就是黑 袁是配龍字 袁龍 就是黑龍 在說黑龍年 黑龍年 就是2012年 大家上網搜尋一下 2012年黑龍年 那一年真是叫做黑龍年 每60年一次的黑龍年 最近這一次呢 就是2012年 那這個官呢 為什麼呢 不是頂帽喔 啊 不是大頂帽 不是大頂帽 不是大頂黑帽 什麼意思啊 很多人這樣解釋的 袁式其官 就是大頂黑帽 不是 這個官呢 就是解 禮之此也 一個禮儀的開始 也是冠軍的本 啊 就是 Number One 啊 就是第一 這樣解釋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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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呢 服不是衣服 也都不是服務啊 啊 那我們 中醫呢 有一句 術語呢 就叫做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 你是怎樣解釋的呢 這個服字 在這個時候 啊 這個服字 是解釋 習慣的 啊 就是你不習慣那個氣候 啊 去到那個 啊 啊 外國的地方 不服 不習慣那些水土 那就會病 很容易討好啊 頭暈生氣啊 啊 這個服字 有時候呢 可以解釋習慣的 如果查康熙字典呢 它說 啊 啊 福 習也 啊 啊 那大家明白不明白 啊 姓習那個 在2012年 黑龍年 掌任 做No.1 那個 哦 這個就是他星人啊 啊 那他坐正的時候 國家會怎樣呢 天地復明 處置萬物 四海歐國 任受其福啊 好到不得了啊 啊 但是呢 講完這十二個語言之後呢 部曲大師說了些東西 都挺得人怕的 對我啊 對我啊 對我火龍真人 都挺得人怕的 對大家不怕 他說 老爭 不敢多謠舌 洩露 天璣孔孚珠啊 哇 神仙啊 如果 做神仙那個 亂的說話 說多了 說了些 不應該說的話 可能神仙都會被誅殺的 那我呢 那我呢 講未來的東西呢 都不夠膽 這麼說 人家好毒精 啊 大家體諒體諒 啊 有時 有些未來的東西 即使知道 都不可以亂講的 啊 洩露天璣 是很大罪的啊 那啊 暴虛大師議員呢 就要看多了一遍 都